一個人究竟會做些什麼 其實已經說完了 過了 我現在說寂寞和孤獨 不是 我打算說那10個 即是有10級的一個景色 即是網上有流傳的一個景色 對 其實這個表之前有一個10級孤獨的比較 其實看看大家是接受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經歷過一些 第一級就是一個人去超級市場 大家有沒有試過一個人 這個有 我覺得大家都試過 錄票通過的 大家也有 有 有 其實挺喜歡超級市場 因為一個人有時候可以隨便選 不需要跟著旁邊的人 他要走那個區 我要走這個區 自己慢慢選 其實也可以消磨了一些時間 就算跟家人去 我也是自己走了 我不會等他們 即是你買完就給錢自己走出去 我這樣也不買 當然要等他給錢 當然要等家人 即是賣完自己回家 Jack這些叫什麼呢 叫有效 知道嗎 不需要一次過逐條逐條逐條 分工合作 開個分樓 對 你買他的東西我買我的東西 我可以找我的東西 給錢也在一起 對 這個是重點 給錢那下一定要一起 不是 重點是給錢是誰給的 第二級就是一個人去餐廳吃飯 其實來到這個位置我已經受不了 為甚麼 這麼快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拜託了 即是你沒試過 又不是沒試過 即是你接受不了 其實我不喜歡 又不是說接受不了 但我不喜歡 所以打下來的我都可以不說 因為不關我的事 我接受到我經常都在近餐廳吃飯 不過我會選擇 就不吃火鍋 快點吃就算了 如果吃好一點 坐得舒服一點 當然就不是一個人吃 因為我覺得有點浪費 但我有聽過有個經歷 是你一個人去吃寶貝 有 我以前在英國吃寶貝 那時還是50元港幣 任吃 500元港幣 50元港幣 對呀 都很好吃 都很豐富 對於有些人來說 就不是說太好吃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但我又覺得可以 是我選擇要求 因為吃東西的要求又不是太高 所以我可以 即是你一個人吃 就能接受到吃不太優質的食物 沒錯 劣質的食物也是劣食 都可以的 像France 剛剛說 如果一個人的話 我可以選擇都是吃快餐 即是麥當勞 盡量都不想拖太久 一間餐廳 但你是不喜歡在餐廳的環境吃 很尷尬 那你會不會買完食物 然後去公園吃 我見過有些人會這樣 好像試過 即是不想對著餐廳 其實我自己進餐廳也是有這種尷尬 我記得第一次出去吃東西 是有一點心理關口 因為我會選擇很久 不知道去哪裡吃 另外進去之後 我應該坐下還是怎樣 店員好像又不招呼我 這樣就很尷尬 然後我自己反覆看餐牌 究竟吃什麼 但整個過程 然後你叫了一個二人情侶套餐 自己一個人吃 都是叫 一邊吃一邊流淚 自己一個吃完晚餐 那個人就會跟你說 這個是二人情侶套餐 然後你會說 其實不是我還有一個人在對面 你是不是做了太多靈控 因為我剛剛錄的 其實我會特地在這些情人節 這些時間 我開玩笑而已 這個是兩個人吃情侶套餐 但我一個人坐在這裡吃 我一想過 為什麼 因為我想霸佔別人的位置 好像戲院一樣 在這個情人節上 我想霸佔別人的情侶座 我自己要刪除所有的單身機 其實你找一個女朋友就行了 就是找不到 你降低一點要求就行了 Jap快讓開 我這裡有眼耳口鼻就可以了 好了 看看有沒有眼耳口鼻的人 跟你一起做第三件事 就是一個人去咖啡廳 我每一次都是自己一個人去咖啡廳 幾乎 為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你會一個人做完所有事情 你先不要衝動 你是需要一個人去做的 知道嗎 因為我咖啡廳 多數會看書 寫東西 想法 如果多人反而會被騙到我 阻礙你想法 我又未必真的會去咖啡廳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人去咖啡廳 一個人去咖啡廳 我覺得跟前面一個人吃飯 其實有點類似 但一個人去咖啡廳 反而我覺得著重可能是 你要享受那個時間 可能像Francis說 你可以帶書 帶東西過去 跟吃飯的狀態 我就是為了吃飯 我吃完飯就堅持 那為什麼我不買外賣堅持 可能是一個人去咖啡廳 反而沒有一個人去餐廳 是有點差別的 我以前會故意去咖啡廳做功課 因為那裡特別靜點 又不想在家裡 特別靜點 還是有很多女生在隔壁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沒有的 我心無旁擊 我是讀書的人 我經常去咖啡廳 但我有 我經常去咖啡廳看女 你心中是一個人 你先不要拉我下去 我是下一個下一個 第四級 第四級就是一個人去看電影 你們有沒有試過 我經常有 不用說 Kissy也是的 我有試過 我也有試過 誰沒試過 Janet沒試過 你們兩個沒有試過 通常一起去看 你們兩個 我不會跟她一起看 我不會跟她看 我們是同事 她的 她有很多男性朋友 為何你們接受不到 自己一個去看 其實我吃飯 剛才那一級 第二級我都可以 我一個人吃飯 也不會猜到 我有想過 因為我喜歡那些片種 未必有人喜歡 對 有時候很難約人 所以我有想過 但我遲遲都未實行 但反而你說 如果一個人 我比較喜歡去看電影 或者書店 雖然我不太懂字 也不太看書 但有時候 還喜歡去玩玩玩玩 多數是因為 你去看電影 或書店 多數是一個人去 即使你是兩個人 你都會各自各看 自己喜歡看的書 你又不對 又不是這樣 如果我去買衣服 買鞋子 我很喜歡找多人去陪 我幫你看 我可以 基本上不是給你意見 只是說漂亮 即是人認同你的選擇 沒錯 其實你應該要戴錄音機 直播 漂亮 你也可以拍下對鞋子 然後發給朋友 你會不會 如果你自己去買 也會 也會 也會問問別人 假設我真的要自己去 但其實一個人看電影 雖然你們中間兩位未試過 但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體驗 因為你有朋友和你一起看 你小不免會跟他們說 嘩 為何那個什麼好害怕 之旅會討論劇情 即是會吵著人 即不是吵著人 吵著後面的人 或前面的人 對其他人來說可能吵 但一定會和旁邊的人不斷說兩句 但自己去看電影 就真的只有你和大螢幕的聯繫 你覺得外面的事情發生什麼事 你都不理解 或是不知道 就會特別投入去看電影 不行的 我怕黑 如果我在家 我就會用家的Projetta看Netflix 但如果你要我去 Projetta 如果你要我去戲院 我會很害怕 但如果你在家裡開Projetta 但你開燈 你怕黑 開燈看不到 不是的 你的窗外面也會有燈 即是有微光 因為你去看電影前 你跟那位朋友說 我給你電筒 你帶他去 那會照顧其他人嗎 照顧其他人 我就是那個燈 但去戲院看的感覺 跟家裡看不同 因為我試過一個人去包場 特別大聲 對 看什麼戲 那時候是很冷門的時段 可能是下午2點 星期四 然後又看一些不太熱門的戲 於是 難怪你今天走了這麼久 有被人進去 如果你說包場 其實這裡樓下數碼 廣戲院長的都可以包場 兩個月前 我看《怪誕黑幕後夜》 九點半那一場 我工作完後 下班就走下去看 怎料真的整場 都不算包場 還有一個人在附近 人家沒有包 沒有包 但差一點包 但說起一個人看電影 我也試過有一段很長時間 自己去看電影 當然是看自己喜歡的電影 結果到最後 我的朋友 因為那時候 剛剛是Marvel Dr. Strange上 他們知道我喜歡 結果他們是抓我去看電影 是不讓我自己去看 即是你不要看著 我們一起看電影 即是怕你劇透 不是怕我劇透 而是 因為他知道我太一個人 然後捉回場 即是你那個狀態 他覺得不健康 所以變成要捉你 這個朋友很奇怪 那倒不是 那還可以 大家都喜歡Marvel 無所謂 即是他捉完你出來 再陪你進去 不是是捉我出去 是捉我一起去看Marvel 是捉我一起去看 一起去看 那大家都想 你不要去看著 即是捉他進去 只扔他進去 自己去看 我以為他在看 然後朋友打給他 叫他出來 然後再跟他買票 再進去 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複雜 有件事我又有做過 跟看電影差不多 首先逛Gallery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習慣 有 有 因為有時候看這些東西 也未必有人適合 到外表 或是自己消化 Bil有些作品 有些作品要自己消化 或者自己看,才有感到 還有一樣就是看 kedial 甚麼주 gang show 有時有些外國bang來香港 不是每個人都對 通常我身邊 我多不是很喜歡 阿樂可能有機會 應該都有機會 我說有機會做 對 lol 但不知道撲擺得到飛 我不是看小旋律 二年不用撲飛 有時我以前下班也試過趕過去看 我也有認識朋友 有繼續跟他們一起看嗎 有…因為那個人只有一個人去看 同病相年底下,大家做了朋友 也是的,有展示這些 反而你隻身去 你可以認識外面其他同興趣的人 也不用拉其他人去 反而沒那麼投入,只有一個人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我去到時,我反而無法融入那裡 大家都拉著一群人 大家一起拉著一群人 對,又撞,又跳 你又不敢跳人 對,不敢在裡面太投入 我怕有魚 這個人這麼興奮 以為他一群人來開派對 原來不是只有一個人 接著下來的,我真的無法接受 一個人去吃火鍋 蜜俊龍那首歌 我自己一個吃火鍋 我覺得又未知完全接受不到 因為我也試過自己一個吃自助餐 吃得自助餐,吃火鍋也差不多 我覺得吃火鍋也要分類型 即是那些大麥樂一個人火鍋 一人火鍋也可以 但自己一個吃火鍋也不行 自己一個,純粹是坐得太久 即使自己一個吃火鍋 我會覺得我坐不到一個小時便會離開 即是吃放題就虧了 對,最多吃火鍋 你會約一群朋友 然後又不想在餐廳這麼快 被人趕走 限時一個半小時 你才會選火鍋 所以我也可以試一下 一個人吃火鍋 但我沒有試過 你試完之後寫一個報告給我 什麼報告? 適合報告 適合 下一個 下一個我覺得這裡全部六個人 只有Francis才會這樣做 一個人去KTV 對,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每一次跟朋友唱機,我都是咪巴 每一次 你也知道 其實我們跟Francis唱過K 很久之前 就知道他會 對,不是的 我們去之前他就說 我就是咪巴 說明 如果有咪巴就自己拿來唱 否則我會唱 不要放低 所以很禮陽 因為有人唱 但沒有人 我先說 讓我講句公道說話 讓我講句公道說話 你的問題就是 你不懂唱 不是你怎樣 你也要拿著咪巴在這裡唱 我要咪嘴這樣唱 對,你唱完第一段之後 他本來不懂唱 你唱完第一段 他就一直跟著你唱 我聽了第一句 就知道船大概是怎樣 我就說怎樣做 對 有些Rap的位置 你全部不到 因為大家太禮陽 但我也會太禮陽問大家 但是沒有人唱 因為沒有人應 所以我才拿著咪巴 你也沒有放低咪巴 你叫人怎樣唱 沒有人唱 好意思 既然你也很喜歡唱 但為什麼你不嘗試自己一個人去唱 一定不會有人阻礙你 你有沒有去過那些 現在商場很流行 一個小格 就是想跟你說 好像兩三元進去 什麼兩三元 兩三元美金 還不行 現在多少錢 要入一首歌 30元左右 30元左右 我不會唱Lunch K 我不會自己走 我連自己一個人去K房唱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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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可以在那裡 我唱百多首歌 不是很貴嗎 我三十元一首 我不是三千多元 你已經說了 每次都唱百多首歌 百多首歌 至少是 是誰唱的 那首歌 就算不是我唱 我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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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才興奮 第七級 問Francis 一個人去看海任雲少 一個人去海邊散步 我也有 有 雖然跳了前面有些沒試過 因為一個人去看 而且我覺得要看海 還要選擇有日落的海 在我的選擇裡面 你突然日光日白走過去 是有點乾的 但如果四點開始去到附近 慢慢走走走走等到日落出現 那個過程就特別舒服 很浪漫 我想知道 你本身住那裡近海 還是你故意坐車去那裡 通常是因為我拍照 對 我想拍照的時候 而知道一定是某個地方有些海景好看 然後我就會走數碼港 樓下有什麼鋼線彎 我也試過去一次 都在海賓長狼那個位置 對 那斯朗呢 我就是拿著單車 由一路踩到東涌 再踩到機場看一路 一路踩一路踩 不 因為… 我都一直到沿海 不是沿海的 有一個湖嗎 馬路一路踩 不是 低雲那邊 沿著馬路一路踩過去 然後… 其實我拉了一個遠的距離 只是有十幾公里 是一個叫做踩單車的過程 對 自己靜靜地踩單車 看看風景 然後目的地就是機場的跑道尾 才是真的看日落的地方 這樣踩進去跑道那裡 進去那裡 踩進去那裡 快的架飛機 其實那時候是真的看天氣 看了很多… 即是那時候會看很多數據 天氣如何 雲亮如何 一定要看 日落什麼時間 看了很多這些東西 然後斷定那個日子 正確才出發 對 如果你去到最後 原來陰天 即是看著黑沒有東西看 是特別傷心的 很掃興那一刻 好 第八個過程 就是一個人去遊樂場 這個開始接受不了 打後那些都接受不了 一個人遊樂 不是 一個人遊樂場 是算不算冒險樂園 應該是說主題樂園 那些主題樂園 我真的很少沒試過 不是接受不到一個人 而是門票太貴 沒錯 根本是不值得去 一個人 對 經濟效益 但如果有這個通行證 通行證 全年通行證 你又不想身邊的人付錢 那你會不會想自己一個人試試 可能也會 生日 對 生日 還要生日一個人去 我覺得很差 但我覺得這個性質 有點像一個人去旅行 但有沒有人試過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我想試一下 我也想試過 一個人 不是去過的 舉手 有 兩個而已 但一個人去旅行 從頭到尾都是自己背包 沒有任何人在旁邊 是啊 沒有任何人在旁邊 沒有任何人 意思是你不會叫朋友去銅路 即是當地meet 都沒有 真的背包自己安排 真的沒有 真的有試過沒有 完全沒有 他去了什麼地方 兩夜而已 對 兩夜而已 兩夜而已 因為那時候附近 Francet所有人都知道 英國搭內陸機很便宜 對 有一次即興看到 有張機票這麼便宜 一百元也不用 然後直接去了 港幣 港幣 港幣一百元也不用 你在那邊 到最後 然後到了Dublin 到了外爾蘭 都泡 不是坐船嗎 不是坐飛機 坐飛機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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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兜了一圈 喝了兩杯啤酒 我一個人去旅行 我是日常旅行 我是去紐約 附近乘兩小時火車 去到那個地方 一天旅行 然後即日來回 晚上來回 我又不敢一個人去太 怎麼說 太久旅行 其實這個跟我突然去香港 某個地方拍照差不多 不可以定義去旅行 因為我怕會突然之間 你知道如果去得太久 我又怕沒有那個照應 萬一自己出了什麼事 我覺得即日 即日來回 也不會出現什麼很大件事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人去旅行 要訓練你那種獨立判斷 還有你真的要自己照顧自己的狀態 我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會一個人去旅行 一個女生 即不是在同一個城市 或什麼 她可能會一個人去韓國 又試過 越南 又試過 可能近一點的 但一定是四五六天 她們就很享受 只要去過一次 那些人是回不了 只要想了 不過其實我覺得一個女生去旅行 都有點危險 要選的酒店 要選安全度高一點的酒店 不如你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Hostel 那些叫什麼 Hostel 我完全怕被人偷東西 對 一個人出去是要顧及安全問題 但你未必選這些 住在酒店或其他 但你有沒有一個人去旅行 那時候不算 如果幾天去過別的地方 我去吃這個Yorkshire Pudding 你一個人都會吃 Yorkshire Pudding 在學校的餐廳 不同的 是有那裡的風味 不同的 不過你說起 一個人去旅行 是不是去旅行 是去旅行 其實我很想試 但問題是 有什麼製造你 我是一個老癡 老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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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香港都當失路 所以我很想自己去 但這件事是一個重要 怕下機後找不到酒店 是嗎 只要去不到行李 你會坐的 不是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和香港來回 我認識 但這條路 因為它不像駕駛 駕駛 它會告訴你 轉左轉右 如果你這樣看 就是這樣走路 就是看Google Map 信不過 對 就是這樣 車的導航 也有個系統 差不多 為什麼你這麼信任 車 但又不信任自己電話 Google Map 因為它是那一刻 你轉之前 它會跟你說定 但是你那個 你要自己看 你不按進去的時候 它也不會去到 說什麼 簡單來說 對 好 既然你這麼大條道理 我們看看第九位 其實這個也很大條道理 有些人可能自己來香港住 來香港工作 或者本身是家裡 沒有什麼家人 自己的搬家其實很合理 這個又不覺得是什麼 第九位 一個人搬家 對 一個人搬家 我又不覺得什麼 那麼慘 但是你要想 你搬家 不是枕頭和被鋪兩樣東西 你家裡有 很多重東西 或者有些 未必是散修修 甚至這個櫃 你也想搬去新屋 其實你很難一個人去處理 我是怕安全 又是安全 譬如隔壁 有個人看到我搬 我弄傷了手 那麼多人有個照應 如果你自己搬 你自己有什麼 三長兩短 冬瓜豆腐 變成你很糟糕 對 有這個顧慮 所以我也不會選擇 自己一個搬家 斯朗呢 你有試過自己一個搬家嗎 搬家 也沒有試過 因為無論如何都會有親戚 朋友 都會一起搬 或者無論如何都會有他們 載我搬 所以我又未至於說 完全是一個人去搬家 算不算搬運公司的師傅 你可以算搬運公司 但他也是幫你搬那一刻 但你搬家其實要由你自己去選擇 哪些要不要 那就是 哪些要包好的 去到新屋的時候 又是你一個人拆開來佈置 整個過程就是一個人漫長的過程 但其實現在我們都是跟家人住 其實都沒試過搬家的時候 應該都沒試過 但到最後一個 無論你有沒有家人也好 第十級 一個人去做手術 一個人去做手術 是不是都是一個人去做手術 我覺得是可以的 等一下 應該定義為 有沒有人陪你一起去做手術之前 不是進到病房 可能你出院 還要睡院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陪你 可能也是沒有的 總之整個過程都是你一枝工 如果一個人進去病房 是不是要一個人拿手術 一個人自己努力自己 不是 我的顧慮是 我不想家人擔心 我寧願有什麼病 我自己完全不發聲 然後就自己進去做手術 就是你會這樣做的 寧願沒有人探望我 我寧願死了也沒有人知道 你說是這麼說的 對 你沒經歷過Touch Good 對 如果有些不是很嚴重的手術 純粹做我什麼激光繳士 或舉例割下包皮 割下包皮 我們都是手術 也有人叫我割下包皮 怎麼知道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你破壞了氣氛 你知道嗎 我也試過 你有試過嗎 不是試過割下包皮 不好意思 我也覺得我接你這句 有些是藝術 我有試過自己一個 做一些小的手術 例如 但家人也知道 但我自己一個去 因為你在美國 沒有辦法飛過來看著你 沒有人照應 逼著要去 不是 我家人覺得我自己可以 做得到 始終不是大手術 只是小手術 我也可以 這是成熟的表演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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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